Elva is back 小雅軒日前驚喜現身第33屆金曲獎頒獎典禮 亮麗登台獲得熱烈掌聲 不過小雅軒鼻子卻已成為金曲獎的熱門關鍵字之一 久違露面的Elva 這次現身鼻子似乎變得比過去更高挺 遭網友很酸英勾鼻、乌婆鼻 甚至有人拿海綿寶寶的章魚哥 神隱少女的湯婆婆等動漫角色來對比 而Elva在典禮結束後分享舒嬅影片 素顏的她鼻子並不像典禮上突兀 7日她也轉發一段Podcast節目娛樂百婚百音檔 因為我有發小雅軒什麼雅軒出現的 然後就操作人說鼻子鼻子 歐南認為應該是整體妝容造成的效果 不過另一位主持人少中坦承乍看有嚇到 後來找出定格畫面放大來看 發現根本不是妝容問題 而是現場頂光打下來 造成小雅軒的鼻子下緣出現陰影 導致遠看就像鼻子中斷變尖又變長 男人笑說Elva應該趁陽傘出門 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小雅軒今天也分享這段音檔 感謝娛樂百婚百替他平反 大贊這是很專業的分析 跟他們想的一樣 還自嘲應該真的需要趁陽傘出場 用幽默看待網友討論